大家好 我是老鱼 鲤鱼馒头的鱼 今天的主角呢 是航海史上的一位大牛 他就是麦哲伦 麦哲伦是葡萄牙人 他从小就十分向往航海事业 25岁那年 他离开了葡萄牙 跟着祖国的船队 先去了非洲 又去了印度 积累了许多航海经验 那个时代的欧洲 物资匮乏 经济落后 十分依赖与印度中国的贸易往来 而在奥斯曼土耳其 封锁了路上丝绸之路后 欧洲各国只能选择走海路了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 为什么会对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封锁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十字军东征的故事 麦哲伦从印度回国后 决定组建自己的船队 好好的干一番事业 那是一个航海家辈出的时代 在麦哲伦之前 已经有好几位欧洲人 开辟了新航线 首先是葡萄牙人迪亚士 他在1488年带领船队 一路向南 抵达了非洲的好望角 然后是意大利人哥伦布 他在1492年带领船队 一路向西 抵达了美洲 发现了新大陆 紧接着葡萄牙人达嘎玛 按照迪亚士的路线 绕过了好望角 抵达了印度 就这样 欧洲到亚洲的海上航线 终于被打开了 不过 虽然这几位开辟了新航线 发现了新大陆 但还有一个问题 始终悬而未决 那就是地球 到底是不是圆的 也不知道是谁给的勇气 500年前的麦哲伦同学 根据自己的推算表示 地球就是圆的 不管你们信不见 反正我是信了 于是 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 带着五艘海船 与成为航海王的梦想 开始了自己的环球航行 首先 他们先向西南方航行 穿过了大西洋 抵达了南美洲 随后 麦哲伦穿过了麦哲伦海峡 来到了太平洋 没过多久 他们到达了菲律宾的 霍蒙红岛 船上的一个马来籍奴隶 听到了岛上的马来方言 由此判断 他们已经到达了 马来西亚附近 就这样 麦哲伦船队 证明了 向西航行 也能到达亚洲 地球确实是圆的 不过 就在这喜大普奔的时刻 志得意满的麦哲伦 却遭遇了人生中 最大的悲剧 1521年的4月27号这天 麦哲伦船队 在登陆一座小岛时 遭到了当地居民的猛烈抵抗 麦哲伦在这场战斗中 当场死亡 年仅40岁 在著名的动漫 《海贼王》中 作者将深海大监狱的署长 命名为麦哲伦 以纪念这位历史上 著名的大航海家 大家好 我是老鱼 为了庆祝老鱼说全新改版 老鱼给大家送福利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 200斤的老鱼 回复我要抽奖 就有机会迎娶老鱼 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感谢大家对老鱼的支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